一秒钟等满车 汤来喽 广广 这是你奶奶一早就吩咐我炖上的 快尝尝 这可是你姑姑的拿手饭菜 好喝吗 好喝 广广啊 自从那天你背着我 跟你姑姑聊完天以后 你可好些天没回来喽 连个电话都没有 说实话 谈恋爱了吧 奶奶如果 如果说我是真的谈恋爱了 那是好事啊 这高兴还来不及呢 有啥可瞒的 现在你谈恋爱结婚 就是奶奶最大的心愿 你想啊 你要是早谈恋爱 早结婚 早生孩子 你不就是杨家的功臣哪 咱们杨家有后了 其实奶奶只是担心 怕你走你爸的老路 没遇上个好女人 奶奶 那你觉得在你心目中 怎样的女人 是您满意的好女人 我心里好女人 太简单了 第一 这个女孩子文化不能太够 文化够了心眼多 第二 这个区域呢 得是城乡结合不为准 因为土生土长的城里姑娘 她不会伺候人 这相利相弃的那个女孩呢 又拿不出手 是吗 第三 这个女孩的家长得好 她家里呢不能太富 但也不能太穷啊 妈 您就别说了 您这么多标准 光光得打一辈子广棍 去 哪儿都有你插话 不管怎么说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一句话 有了小对象 一定要让奶奶替你把关 要不然哪 奶奶 这个 您提出的这个要求吧 看似很简单 但其实操作起来 难度很高 逗奶奶玩是吧 真的 就凭我孙子的条件 这标准 这档次 这形象 那找到这姑娘还不是小菜一点 是不是 来 宽宽 快跟奶奶说说这姑娘怎么样啊 没有 真的没有 问奶奶 我现在只不过是有 想谈恋爱的这个想法而已 但是还没有具体的人选 这不就回来请示一下您的意思吗 现在好了 我有了一个大的方针 有了大的一个目标了以后 我再去找 你逗我玩是吧 不是啊 刚才你说的热闹得跟啥样的 我想着明天都能领回家了 你现在说没有 你 你没事 您在这儿拿奶奶开心是不是 不过要说呢 你说得也对 奶奶是过来的人 那经过的 比你见到的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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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跟你说吧 不管什么样的人 只要往我跟前一站 我可不吹牛 我只要看他一眼 我就能把这个人的人品 顾个八九不离十 所以啊 你只要说想谈恋爱 可一定跟奶奶说 奶奶给你把关 可千万不能先住到一块 那不符合规矩 知道吧 您放心吧 奶奶 我如果有女朋友的话 我第一时间带回来 先给你看 那就好 那就好 姑姑 我晚上还要去台里边加班 要不过今天我们早点开饭 好 没问题 我去 我做饭去 光光 你们现在那篮子 都弄得怎么样了 你看我在家 我晚上想看电视吧 你姑姑说我演不好的休息 白天想看电视吧 你姑姑说我得出去溜丸锻炼 你说 我也看不着电视啊 不是 来来 最近的这几节目啊 真是那些案子 真的气人哪 我在台上主持 我也弄得自己一度的气 您就没事 别给自己找一些不开心的 还有 这看电视对老人家的眼睛 特别不好 就这样 您要是想我的话 就跟我说 我抽空会来陪您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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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光啊 我就喜欢听这句话 你要是真回来陪我 我这一辈子都不看电视了 你 光光 快过来帮我搭把手 好嘞 把门关上 光光 你是不是已经跟亮王在一起了 没有 我没跟他在意过 你从小是我带大的 你的心思逃不过我 你原本是要回来 跟奶奶说这件事的 对吧 你跟那个亮王 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 我跟亮王之间没什么发展 如果你真的跟那个律师在一起 你是不是 老师 要去找你妈了 姑姑 你在想什么 亮王是亮王 张文是张文啊 亮王之所以现在帮她是因为 那是她的工作 当初你爸跟你妈在一起 奶奶就不同意 你爸是偷偷跑出去 跟你妈结的婚 如果现在你也这样 你会把奶奶活活气死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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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现在 觉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吃着干吗 你赶紧把门打开 我要上厕所 开啊 你开啊 导航一瞄眼就能记得住的人 密码记不住 你同意啦 快点 好 好 君 君 君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 你肯定要问我 我知道密码 为什么自己不进来是吧 我呢是个律师 我不能知法犯法 私闯民宅 未经他人同意 是犯法的 我不是要问你这个 你是想问我 为什么来这儿 我来借助几天 顺便看看 我们是不是和谈恋爱 我觉得你这样子的想法 是非常好的 但是 我饿了 你家有吃的吗 我看看 算了 冰箱里啥也没有 真不知道你怎么活成这么大的 这能吃吗 装饰品不知道放了多久了 那我点外卖吧 来我家第一顿饭 难道不应该正式一点吗 叫外卖会不会太草率了 你坐呀 你们家的地址是什么 算了 我帮你点吧 想吃什么 蒸羊羔 蒸熊掌 蒸露影 烧花鸭 烧刺鹅 烧雏鸡 都行 你看这件事啊 你就得跟马科学习 虽然这人嘛 土是土了点 但是在点外卖这件事情上 还是很有诚意的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诚意 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就随便叫个点 信不喜欢 你平时点外卖都这么点吗 那比这个多 主要是看今天晚上 三分半夜的 随便吃点得了 这身板看不出来啊 真不容易啊 我刚才在想啊 我们认识了那么久 今天晚上是第一次 我们能这样安安静静地坐下来 面对面好好地吃顿饭 开动吧 我敬你 多多关照 你干了我随意 见过我是不是 等会儿洗澡 你先洗 我先洗 随便吗 你先洗 这样啊 咱立个规矩 就是 谁最后洗澡呢 谁要负责把洗手间给打扫干净 那刚才呢 你点的外卖 你又收拾了残局 所以现在呢 你去洗澡 我收拾洗手间 还有啊 我们俩是不是要 列一个生活的清单 我是放一笔钱在这里 还是说 我们俩项目结算 哪有那么麻烦 所有东西你决定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就像开一个公司是一样的 要按章程做事情 那比方说 如果一方想要怎么做 另一方当时同意了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 就会有很多的抱怨 或者是不平衡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应该本着互相商量的原则 来进行我们的生活 要互相尊重 求同存异 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关系 健康地发展下去 我今天一看到你 其实 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不要问我问题 我们俩还要立一个规矩 就是以后我不想说的话 你不要问我 我也会这样对你 其实我是想问 今天晚上咱们怎么睡啊 我睡这儿 我只是来你家借助几天 并没有谈恋爱 在没有正式谈恋爱之前 请你打消你那邪恶的面图 行吧 你睡沙发 那你先去洗澡 我来打扫洗手间 好的 我只是来你家借助几天 并没有谈恋爱 在没有正式谈恋爱之前 你告诉我你要干吗 你没睡过沙发吗 你没睡过沙发吗 这样摆就掉不了地上了 你告诉我你要干吗 你确定你要这样睡啊 我得考虑给你买张沙发床了 不用 睡在这儿挺好的 多宽敞 睡觉去吧 别管我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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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睡着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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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也许从今往后 你打心眼里鄙视你的父母 爱情是浪漫 婚姻是很复杂的东西 等你有了自己的婚姻 你会尝到其中的酸甜苦辣 你会尝到其中的酸甜苦辣 沙发那么好睡啊 起床喽 再不起要迟到喽 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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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迟到了 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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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干吗 我刚想起来 我昨天请假了 不过呢 我也想了 干脆我辞职就算了 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 安全起见呢 你得告诉我一下 就是如果我一直不工作 能养我多久 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了 如果你一直不工作 前提是你不要太多的情况下 我可以养你一辈子 只要你不要像昨天晚上一样 每天晚上都吃这么多 那我就没有办法估量 我这笔开销了对吧 昨天晚上那饭是您点的 不是我点的 不过我放心了 你工作去吧 我睡觉了 不好了我要睡回笼觉了 你去上班了 睡回笼觉进去睡呗 我就喜欢的 行吧 等我去上班了 拜拜 好 好 只为把你世界变热闹 你一出球我准备报到 悄悄的嘴角是爱的讯号 爱是命中注定的遇到 谁阵述我们的情调 不许会和你唱饭调 逗你高来 要求是你的白帆 跟你的车 廖王他突然之间跑到我家里来 一定是师储有盈 所以于情于利 我都应该过来和您报备一下 做得好 王王这孩子呢 外面没什么朋友 他能够直接去找你 说明他是发自内心的 相信你 我知道他在你那儿我也放心了 其二呢 王王这孩子特别敏感 那么家里这件事情 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 他能调整过来 那就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边 你能在方方面面都照顾好他 作为夫妻 先表示感谢 不负您太客气了 您放心吧 我一定照顾好聊啊 家里几间房啊 好 俩卧室 俩卧室 好 俩卧室好 陶 你 你跟廖律师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我听说你要更换节目法律顾问啊 我觉得我们这个案子需要一个 更加老道的法律顾问 不是 不是 你听我说 我觉得真的 不管你跟廖律师 你们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你都要相信廖律师的专业能力 我觉得你这么做特别的不合适 人家廖律师身为一名女性 都能做到在工作中公私分明 从来不会因为你们的关系 影响到人家的判断 你太让我失望了 真的 你别让我失望就行 说案子 廖律师 廖律师是我的事 现在说你的事 好 这个龙海小区呢 是一个有着二十年房龄的老小区 这次是业主找到物业 然后物业呢又找到居委会 居委会解决不了 就找到了我们 希望我们好好说话栏目 能够帮他们解决这个 越演越烈的邻里矛盾 好 这个小区我知道 像是一个大的垃圾厂 去过 路过过 好 好 这次整个案件纠纷当中呢 垃圾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武器 这个小区啊 它本身停车位就不是很够 所以呢 每一个的车主就认为 自己家的车就应该停在自己家的楼下 那如果他们晚回来 发现了别人家的车停在了自家楼下 所以就一气之下把垃圾丢到了别人的车上 你继续 我继续 这个健身场地是后来物业新增加的 是为了方便小区里的老人健身锻炼用的 但是呢 小区的年轻人认为说 本来停车位就不够 还建这么个东西 所以生气把垃圾丢到了健身场地里 我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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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老人家就认为说 这些垃圾一定是这些年轻人扔的 所以呢 老人家又把垃圾又丢回到了这些车上 要不我出去你先发信息 没有没有没有我一直在听的 你不是说这个小区的居民喜欢拿垃圾当武器 互相扔个来扔去吗 再听啊 我说完了 好的 阿姨 这就是传说中的红灰牛腩 怎么样 做起来并不难吧 就是不知道好吃不好吃 那你赶紧尝尝不就完了吗 太好吃了啊 也真不是夸我自己啊 我要能给你尝尝就好了 我一看这菜的颜色啊 我就觉得不错 你看你第一次做菜就能做成这样 说明啊你在做菜方面是有天赋的 加油啊 我收下了 那你还准备着什么菜了 还有一个 番茄草院 那这个菜就更容易了 你赶紧地准备材料吧 我教你做啊 去把番茄拿出来 锅上饭好了 阿姨 她回来了 我跟你说了 好 好 那我先挂了啊 回来了啊 我想了很多种你迎接我的方式 但是我没有想到是这种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非常惊喜 非常意外 我在给你做饭呢 要不要我帮你做啊 不用 你上班工作累了一天了 我在家里面把饭给你做好 你吃就行了 洗手去吧 把我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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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手去啊 马上就好了啊 好 你在干什么呢 我查测谱 这是你做的 对啊 尝尝 尝尝 好吃吗 可以啊 真的呀 你这红烩牛腩那么高难度的 都能做得那么好吃 你不会有番茄炒蛋呢 那我也是查菜谱上学的 就是这番茄鸡蛋 你看这就那么多做法 我按照哪种来啊 我知道你比较适合高难度的 太简单的事情不适合你 来 我来 人才 你平时家里面什么都没有 冰箱里也没有什么食材 为什么做饭这么好吃啊 冰箱里不放太多的东西呢 是我平常一个人住 用不了那么麻烦 至于会做饭的问题 你也不瞎想 如果我不会做饭 我奶奶和我姑姑 怎么可能把我放出来一个人住啊 有道理 你今天工作怎么样啊 电视台里面有什么新鲜趋势 电视台每天枯燥得很 千篇一律的 没什么趋势 你呢 今天一个人在家里过得怎么样 也没干什么 就去菜市场啊 超市啊 我去逛了一圈 对了 楼下一队夫妻啊 养了一只狗 特别可爱 你很喜欢狗 我们也养一只 这养狗就跟养小孩一样啊 你没想好啊 千万不能养 不用重新买 你已经有一只了 说正经的 如果把我形成一种犬 你觉得是哪种 科技 不是吧 肥头大耳 腿又短 你 你是说认真的吗 我肥头大耳吗 不然呢 好 我承认我肥头大耳 那我腿短吗 不是 电话 好 好 好 燕光哥 那个李总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他今天没去上班 把自己关在酒店里 一天也不吃饭 他自己约了许总吃饭局 现在他也不去了 他人没事吧 人应该没事 行吧 那我 我一会儿过来看看他吧 好嘞 阳光哥 李总 我怎么觉得 你去找李总 我跟着不合适啊 而且让他看见咱俩在一块 这算怎么回事 谁说去找李总了 我们现在是去找智琳姐 李恒基啊 在我心目中基本上是无敌的 但是他只有一个软肋 那就是牛智琳 他今天心情那么不好 肯定跟智琳姐有关 所以我们要先从问题的源头下手 你就算是找智琳姐 你带着我也不合适 你说我去掺和他俩的事好吗 在智琳姐的心目中 你现在已经不是外人了 而且今天这场调解非你不可 因为有些话 我也没办法跟他说 你跟他情童手足 有什么不能说的 情童手足不假 但是男女有别 他今天一回来就把自己 关到房间里去了 我跟他说什么呀 他也不跟我说 杨光 你帮我 赶紧好好地劝劝他 我这心呢 都碎了 阿姨 您也别着急 姐姐不会有事的 我去去去看看他 别担心 阿姨 去吧 去吧 投鼻水 我怎么说呀 自由发挥 我跟他不说 自由发挥 自由发挥 姐姐 你怎么来了呀 阳光带我过来 说看看你 喝点水 你没事吧 姐姐 没事 李恒基 李恒基 都告诉阳光了 没有 是李总的助理 挺着急的 就给阳光打电话了 我觉得李总那边 可能状态也好不了哪去 阳光呢 他带我过来 有点淘突了 但是也是有一些问题 他不好问你 所以让我问 没事 你跟李总吵架 是不是因为孩子呀 阳光 阳光 过来吧 姐 怎么回事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你看看你现在 这得让大家多担心啊 是不是 你见李恒基了 你见李恒基了 我见他干什么呀 我肯定先来你这儿啊 你这儿的问题解决了 他那不叫事 什么时候猜到的呀 虽然啊 李恒基一直都在跟我说 你不喜欢小孩 但是我天天在你身边呢 每当我看到你看到 那些小孩的眼神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心里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其实要我说呢 并不难 你你和李恒基 现在的身份地位 还有人脉关系 真的 要一个孩子 你别跟我说 你跑了什么 欧洲美国去 我告诉你现在国内 这方面的技术很好 我也认识一些专家 要不要我去帮你找一下 如果我跟你说 我在结婚之前 你就知道自己不能生育 欺骗了李恒基 跟他结婚了呢 看 你看看你的眼神 就知道我这样的行为 所以 催个万死对吧 也好解决 那么你们现在 这个主要问题啊 矛盾就出在孩子身上 那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呗 尽快要个孩子 不管用任何手段 人工的也好啊 什么的都好啊 先把孩子要到 那么你们之间 所有的问题 都会迎刃而接了 那我生不出孩子了 就该死对吧 不是 什么呀 你在说什么呢 杨光 不是 姐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生不出孩子很正常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啊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是 是他从一开始 就骗了李恒基 问题出在这儿 志玲姐妹说这个话 一定有他难言之以 我这不是在帮姐分析吗 姐 我来帮你分析一下啊 我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 站在李恒基的角度 想一下啊 他是那么成功的一个商人 那么精明的一个男人 他如果想骗一个人的话 那太简单了 可以让那个人 一辈子都蒙在鼓里边 不会知道 但是他对你呢 倾囊相处啊 自己没有任何的保留 他把自己所有的感情 都套给你了 但是当他有一天 突然发现 从这个故事的一开始 这个女主人就在骗他 就有一个秘密 没有告诉他 对于这样一个 成功的男人来说 他会怎么想 他会有非常严重的挫败感 杨光 你今天来干吗来了 什么叫挫败感 志玲姐姐为什么不跟李总说 那是因为怕失去他 他在乎他 这有错吗 没有错 既然两个人在乎 两个人相爱 那更应该互相坦白了 为什么非要怀揣着秘密呢 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一起面对 一起去解决 你看你从一开始啊 先是怀揣着这个秘密 到后来 姐啊 我现在知道 你离婚的真正原因了 是因为这个秘密开始发酵了 在结婚以后 你内心开始出现了愧疚感 你觉得对不起他 你才提出跟他的离婚 是这样吗 杨光 你这是什么思想啊 志玲姐姐这么多年 瞒着他没说 内心得有多难受 我相信这么长时间以来 志玲姐姐肯定得想尽 各种办法去要了这个孩子 你知道他背后受了多少罪吗 我能理解我也明白 但是 真的从一开始 不应该去隐瞒 正是因为之前 种下了不好的因 所以现在一步步 其实都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事情已经这样了 那志玲姐姐能怎么办呢 那志玲姐姐肯定就会想了 我如果告诉李恒继了 如果告诉李总了 可能会去失去他 也可能让他会担心 可能会让他失望 他内心里面 肯定特别地痛苦 那这个时候谁会理解他呢 他有什么错呢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只有向他坦白 他才不会伤心 不会失望 无论结果是好还是坏 男人需要的是女人 对他坦白 好吗 那女人需要的还是理解呢 你刚才没听懂我说什么吗 我就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什么意思 不是不是 不不 小廖律师 好了好了 你们俩别吵了好不好 你们是来 调解我跟李恒基的矛盾呢 还是来让我来调解 你们俩之间的矛盾 没有 姐姐你误会了 我这 你干吗啊 过来 你真神奇 假神奇 你怎么 我行了 杨光 要不你先走吧 那个 小钱不来等着你们吗 我这边你也 了解得差不多了 你也去听听李恒基怎么说 行 反正我也要过去一趟呢 行行 你去吧 芝林姐 我刚才 是哪一句话说错了吗 还是 你赶紧走吧 芝林姐都发话了 你再让她更难受 我陪着她 好啊 行 芝林姐 杨光他这人就不会说话 她要说的什么话 伤害到你们 千万别往心里去 她说的是不对的 杨光 怎么样了 挺好的 现在有廖王在陪着她们 我去找一趟李恒基 对对对 你就应该赶紧地去找恒基 这事 芝林是有错 但是恒基那么爱她 如果把这个事情 跟她解释清楚了 我想她一定会体谅 芝林的难处的 杨光 阿姨 求求你 你跟恒基好好说说 我求求你 阿姨 你冷静一下 你放心 我这就去找她 杨光他就是表达方式 有问题 你别忘心里去 杨光他没错 不过 是我做得不好 小廖 如果你真的决定 要跟杨光在一起的话 一定要想清楚了 不要像我那样 一定要在之前 打好基础 我去 李总 你开开门吧 我上个厕所行不行啊 憋半天了 李总 杨光哥 你可算来了杨光哥 我来吧 你先回去 行吗 我要不请的话 你留在这也没用 是 回去吧 好嘞 辛苦杨光哥 开门啊 哥 开门啊 哥 是我 我刚从志玲姐那边过来 你要是不开门的话 我就在这儿跟你说几句 我现在觉得她的状态 非常不好 牛志玲让我跟你说 她想说 吃点东西啊 吃点东西啊 你不吃我吃了啊 我吃了 哥 你有没有时候觉得 自己特别不爷们 你 爷们儿 谁 你 我 他跟你说的 他是不是什么都告诉你了 他怎么不装了呢 他装不下去了 他被揭穿了 骗不下去了吧 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说 我不应该怎么说 那我应该怎么说 哥们儿 我跟牛志琳的事情 你应该最清楚 婚前婚后我对她是什么样子 我把她当女神一样光着 当女王一样伺候着 我对她掏心掏肺 那她呢 她把我当傻子一样 就这件事情上面 她把我当什么了 你是不是觉得 如果一个女人不会生孩子 算是一种缺陷 有谁在说缺陷的事情 这不是缺陷不缺陷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呢 是欺骗 是她瞒了我十五年 是欺骗 她欺骗了我 好 欺骗 好 那我们就来说说欺骗的问题 做丁克家族 是当初牛志琳决定嫁给你的条件 你如果不答应的话 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段婚姻 我说得没错吧 但是在婚后她发现你 通过你的举止 通过你的眼神 她发觉你开始喜欢小孩 于是她瞒着你 却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和治疗 你可以到现在任何一家诊所 去打听一下 像牛志琳这种情况 她做这一系列的治疗和检查 得受多大的罪啊 我会让她一个人去吗 关键是她没有告诉我 对吗 她应该先告诉我 她之所以瞒着你没有告诉你 选择自己默默地承受 是因为她还爱你 我是刚从她那里过来啊 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个样子 她的状态非常糟糕 我能感觉出她很怕 她最怕的就是你不原谅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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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可怜的人都应该被同情 是不是只要失落了就应该被原谅 她藏着掖掌 我难道不是她代理人吗 说好的有夫同享有难同当 她藏着掖掌 还莫名其妙地逼我离婚 又谁会在乎我的心理阴影有多大呢 但是我想问一下啊 如果当初牛志玲跟你提出离婚的时候 你不答应她 你就坚决不答应她 这婚离得了吗 你老是口口声声说你有多爱这个女人 多想陪她一生一世 但是当她那天跟你提出离婚的时候 在那一刻 你有没有动摇 你当时是这么想的 所以问题是出在你这儿 我相信在那一刻她跟你提出离婚要求的时候 你对这段婚姻包括对牛志玲这个人 你开始产生怀疑啊 要不然的话你只要坚决不离婚 这个婚谁都离不了好不好 我给你出道选择题啊 二选一 二十年后你是希望牛志玲这个女人陪在你身边 还是希望一个不知道谁跟你生的孩子陪在你身边 两者不可兼得啊 二选一 你会这么选 是 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会答应跟她离婚 因为结婚的时候 会承诺过她 不管她提出任何要求 我只有一个字 好 酷啊 挺酷的这样 明明有一个另一半 可以去支持可以去依靠 老天爺 却非要选择自己承担一切 明明两个人互相相爱 却非要选择隐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